几样蔬菜配上酱料 搭配肉片在煎台上拌炒 一份蒙古烤肉即将出锅 香气四溢让人食之大动 经常会看到民众夹得超满 甚至满过碗盘的样子 就民众到夜市消费 看到女子夹取超满食材 将配料蔬菜叠到大约十公分以上 还一边教导隔壁的客人叠法 让一旁拍片的友人开玩笑地表示 还以为在堆罐头塔 其实是还好 因为这种这么厉害的客人 没有说整个网上都那么多人 没关系就给他教 因为这里是我们自己定下的规则 不介意 但是不希望客人这样子 因为浪费食材 我们会着收食材费 业者对于这类的行为甚至无法避免 不过民众却有两派看法 就是假自己能吃的量就好了 吃夜市这样吃不饱就吃别样就好了 我也会像他那样夹 因为就只能夹一次啊 看能堆多高就堆多高 因为因为就是一个固定的精神 就夹越多越划算 其实民众就算堆的高 由于生菜会缩水 炒出的餐点分量 也不一定会满到溢出碗边 一碗食材夹到和碗边平行 得到的份量 其实才将近五分满左右 而夹出高于碗边15公分 炒出来的餐点就有八九分满 不过各个店家器皿大小 和食材都不相同 如果夹面类或是火锅料 就比较没有缩水的问题 三类新闻事与会廉价信台中 才能夹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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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